大家好,上周买了这颗蝴蝶兰,但是根系不太好 上周拍了一个视频,演示了处理的过程 今天呢,就再拍一个视频,进行后续的处理 可以看到这颗蝴蝶兰的根系不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新根,没有任何的水晶头 老的根系呢,都已经有点发黑了 上周呢,把烂根,空根都剪掉了 为了避免让根系烂得更厉害,就给它晾了,干了一周 一直就放到这个塑料盆里,一直干着,没有喷水 现在呢,水苔基本上都已经干了,根系已经都发白了 可以看到叶子呢,也有点发软,说明它有一点点吹水了 水苔没有必要等到,非得干到脆脆的程度 只要根系变得灰白,叶子有一点发软 那就必须要浇水了 特别是正在开花的蝴蝶兰,如果太干的话 容易削包落花 如果你买回来的蝴蝶兰,就是在透明塑料营养玻璃的 那么你可以直接再把它放回营养玻璃 因为那个盆子呢,是塑料的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根系 而且那个盆子的大小,对它来说正合适 像我这颗呢,买回来的时候就是罩在一个黑色的盆子里,比较大 所以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给它换一个新的盆了 这个新盆不易过大,只是比原来的稍微大了一点点 如果能长到正好的,那就更好了 原本呢,是想给它四周塞上水苔,重新种植 但是看到根系的情况,烂得比较严重 所以还是保险一些,选用粗颗粒的质料,给它填补缝隙 新买回来的兰花,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赏花 所以呢,不要马上就彻底地给它换质料 彻底换质料,有可能让老根都坏掉 特别是这种,有点发黑的,有烂的迹象的根 换了新环境,就特别容易烂掉 那么现在主要目的呢,就是赏花 而且让这个老的根系,保持的更持久一些 等到花后,根系恢复积极生长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彻底换个盆 现在这个盆子的缝隙,已经用树皮和珍珠盐贴满了 我把根系较多的一侧,尽量贴着盆子放 另外一侧呢,贴满了新的质料 这样做呢,更容易观察根系的生长情况 也容易观察根系的颜色 根系是翠绿的时候呢,不需要浇水 根系变得干了,变得灰白的时候才需要浇水 浇水的方法有很多种 只要你学会了怎样给兰花浇水 那么就是成功了一大半 如果您处的环境是非常干燥的环境 通风非常良好的话 可以采取泡盆的方法 水苔种植的可以泡盆五分钟 树皮等粗颗粒种植的兰花可以泡盆半小时 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湿润的环境 而且通风不是特别良好的话 那么可以采取定量浇水的方法 就是浇大概四分之一 你的盆的体积的水量 可以慢慢泡盆,也可以慢慢浇 总之让这个四分之一盆体积的水量 都吸收掉就可以 湿度大的地区也可以采取我这种 短时间浸盆的方法 浸盆三秒钟拿出来就好了 这样虽没有定量浇水那么精确 但是吸水量肯定比长时间的浸盆 吸水量要少 我这里的湿度非常大 我经常采取这种浇水方法 非常适合我的环境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好,这颗蝴蝶兰就处理好了 我要放在明亮散光处 没有太阳止射的地方 防止它消包 这颗兰花还有很多的花孤朵 至少还会再开两个月的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